《歷代至上》29章 鐵、木材、大量的古馬路、其他珍貴的石頭、貴重的寶石以及各種美麗的石頭和大理石 而且我因爲熱愛我上帝的聖殿 除了為他的聖殿收集者設建築材料以外 我還要獻上自己珍藏的所有金銀用來建造聖殿 我奉獻鵝匪金紙超過100公噸,精煉的銀紙約240公噸 用於鐵電牆和用於工匠要製造的其他金銀器具 今天有誰會效法我的榜樣向上主奉獻呢? 於是各家族的首領、以色列各支派的領袖、軍隊的將軍和隊長、王的行政大臣都樂意奉獻 他們為建造上帝的聖殿獻出了金紙170公噸、金幣1萬枚、銀紙340公噸、銅612公噸、鐵3400公噸、 他們還奉獻了大量的寶石傳放在上主殿的庫房中 由甲信的子孫爺揭寶館 眾人因奉獻而歡喜,因為他們對上主的奉獻是自願而存心存意的 大衛王也滿心歡喜 大衛在全體會眾面前仲贊上主說 上主我們先祖以色列的上帝 願祢受眾贊,直到永永遠遠 上主,偉大、權能、榮耀、勝利和威嚴都屬於祢 上主,天上和地上的一切都是祢,這是祢的國度 祢高於一切,我們尊崇祢 財富和尊榮都來自於祢,祢主在一切 權勢和力量都在祢手中,祢按自己的心意使人尊大強盛 我們的上帝,我們感謝祢,眾贊祢榮耀的名 我是誰?我的子民是誰?我們有什麼能夠獻給祢? 我們的一切都從祢而來 我們只是把祢賜給我們,獻給祢罷了 正如在我們以前的祖先一樣 我們在這裏不過是片刻,是過刻,是寄居的 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飛逝,不留痕跡 上主,我們的上帝,我們收集這些材料 是要建造聖殿來尊崇祢的聖明 就連這些材料也是從祢而來的,全都屬於祢 我的上帝,我知道祢監察人心 祢看得人心中有正直就歡喜 祢知道我做一切都出於美好的動機 我也看得了祢的子民甘心樂意獻上了他們的禮物 上主,我們的先祖阿伯拉罕,以撒和以色列的上帝 求祢使祢的子民總是甘願信服祢 確保他們對祢的愛永不改變 求祢使我的兒子所樂們 渴望全心全意遵守祢一切的界命律法和法令 為建造者聖殿做一切應該做的事 而我也已經為建造聖殿做好這些準備了 大衛對全體會眾說 讚美上主你們的上帝吧 全體會眾就讚美上主他們祖先的上帝 並在上主和王面前屈身下跪 第二天他們帶來一千頭公牛 一千隻公綿羊和一千隻公羊糕 作為犯祭獻給上主 他們也為全體以色列人帶來奠祭和許多祭物 他們那天在上主面前吃喝,極為歡樂 他們再次立大衛的兒子所樂們作他們的身王 在上主面前公沒所樂們作他們的領袖 由公沒薩督作祭師 於是所樂們接替他的父親大衛 登上了上主所賜的皇位 並凡事亨通,全以色列都順服他 所有官員、戰士和大衛王的宗旨都宣誓效忠所樂門王 上主在全體以色列人眼前抬舉所樂門 刺及所樂門君王的威榮 超過在他之前的所有以色列王 耶穌的兒子大衛統治全以色列 他作以色列王四十年 其中七年在希伯倫 三十三年在耶路撒冷 他年高壽終,盡享長壽、財富和尊名 他兒子所樂門繼承他的皇位 大衛王在位期間的一切事件 從此至終都記錄在 薩姆爾先見記 拿丹先知記和加德先知記上 這四記載包括他在衛時的封宮遺跡 以及在他身上在以色列和周圍列國發生的一切 這四記載包括他在衛時的封宮 在衛時的封宮遺跡 在衛時的封宮遺跡